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YC Channel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使用Z1这段时间的一个感受和一些心得 那Z1这个相机我已经购买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了 时间还是蛮长的 然后我之前一直在用它拍一些照片 然后就是去记录一些生活东西 然后我也用它拍视频 当然这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是没有用它来拍这种就是YouTube视频的 我只是用它在市场生活中去使用 但后来我发现 Z1这个相机非常非常适合去用于拍这个YouTube视频 或者说你去拍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视频 那原因呢 就是首先第一点 Z1这个相机非常的小巧 它的体积大概就只有你的iPhone的70%到80%的体积 其实它比你的iPhone还要小一点 它的体积小巧就意味着你可以把它装到很小的口袋里边 或者是装到一些小型的背包里边去进行一个携带 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相机它的镜头是可伸缩不可拆卸的这种镜头 虽然不可拆卸它的拖展性会变得很差 但是它的这个镜头可伸缩 相对来讲你不用带更多的这种可拆卸或者可更坏镜头去出去外拍啊或者怎么样 它会比较节省你的这个一个还是便携的一个空间了 那这个Z1呢 它最大的好处给我的感受就是它的这个清晰度 也就是所谓的视频的一个精度 那我现在正在用的这个Z1拍摄是用的这个4K的一个清晰度 4K30帧的一个实际清晰度 但是它的这个码率可以达到100M 那这个100M的码率什么概念呢 就是YouTube建议的视频码率应该是在60M左右 你如果拍一个4K30帧100M的一个码率 它超踩到这个60M的话 它应该是有一个接近两倍或者一点多倍的一个码率的一个超踩 100M的码率它当然有个要求是 你这台相机的SD卡必须要支持达到读写速度超过100M每秒以上 那这么高的一个码率它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呢 我的观众应该能看到就是从今天这个视频开始 我将采用高码率拍摄 那么之前我一直用的是50M的一个码率 应该是在YouTube要求的这个标准之下的 我先用更高的码率去拍摄 然后让YouTube进行一个二压 那它的这个码率下降到60之后 应该会出现一个更高的一个画质的一个密度 那现在今天这一期就是从今天这期视频 你们应该能看到这个视频的清晰度 应该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质的一个飞跃了 那这个清晰度呢 我不知道它能就是观感能到什么程度 可能你需要搭配一些4K的显示器或者4K的电视或者4K的手机 才能够大概能感受到那个区别有多大 因为在同样的清晰度下面 其实码率所带来的画质提升还是蛮大的 这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原来经常听有人说 为什么今天那个就是有些人的设备是用1080p的一个清晰度去拍摄的一个视频 但是它的实际画质感觉比我用手机拍出来的4K画质要好呢 因为分辨率它只是一个像素的一个排列密度 那么4K在像素上来讲看起来是比1080p高了4倍左右的一个清晰度的一个倍增 但是呢4K虽然比1080p高了4倍 它只是在这个像素的排列上和像素的密度上有一个区别 但是每一个像素所承载的这个画质和色彩信息还有光照表现 它都是因人而异的 所以说每一台设备都不一样 像他们拍电影用的那种或者更专业一点的微单 像我之前用过的A7-2它的一个画质应该是更好的 因为它的一个传感器用的是一个全画幅的 那么同样你是用4K 你用手机拍的4K 和你用这种Z1这种一英寸的数码相机拍的4K 还有你再去用全画幅的那种微单或者单反去拍的4K视频 它的区别肯定是天然之别的 它的那个画质和景深还有很多的这种色彩的一些卫生 它都会有很大大的区别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设备还是对视频的画质有一定的重要性 但是视频肯定更重要的其实还是音质 我一直是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音质它是你这个视频所跟观众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媒介 这个音质好的话其实你画质如果不是特别好 大部分的观众也都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你音质不好你画质特别特别好 你哪怕画质可以达到6K的话或者说8K的话 你的音质依然很糟糕或者说都听不太清楚 或者环境的混响和噪音很大 像这种情况下其实还是很糟糕的 它给人的观感会变得很糟糕 Z1这个视频相机 我在使用一段时间发现它还有另外一个很好的一些功能 就是说它这台相机的价格很便宜 它大概只有像A7C或者A7S3 A7S3这种相机的一半以下 可能也就是三分之的价格 那它这么低的价格 但它拥有了这个索尼的这个S-Log2 S-Log3还有HLG HLG索尼也自己做了这个HLG1到3的一个不同的曲线 那它也有标准的HLG还可以选择 那么后续的话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S-Log2 R3和HLG它的区别是什么 在我用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后 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购买这样的一个设备 因为它的价格整体来讲还是比较便宜 就作为一个就是专门去拍视频的设备 它是相当便宜了 它的唯一的坏处是什么 就是它这个底还不是很大 1英寸的底其实比大部分的手机肯定还是要大得多 但是1英寸的底跟普通的这种单法 就是从像我之前最早用过的加能200D 加能200D最近好像出了二代 但是加能200D的不管是一代还是二代 它的这个传感器的尺寸都是有APSC的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残幅 那就是它仅仅比传画幅小了一点点 但是它的这个画幅还是要比1英寸要大很多很多倍的 所以它的那个画质其实表现出来还是很不错 我之前用200D有一些视频 大家可以不知道看过没 就是它的那个就是背景虚化的效果和它的这个通光量 就是因为你传感器越大 它所能感受到的这个光信息越多 所以它的这种通透感和画质的感觉确实是好很多 我之前用过的那个松下Lumix的G8武器 它也是APSC画幅 好像是M43画幅我记不太清了 那不管是M43还是APSC画幅 它的这个画幅的大小肯定还是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拍摄的画质 但是画质当然只是一方面了 如果说大家追求的是我只是能够把它这个视频拍的不错 或者这个视频画质 达到一个就是很不错的一个水平 只要不是追求那种很极致的专业的画质水平 其实ZO1就已经够用了 那么我还是很期待索尼后续会推出像ZO1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专门拍Vlog的一样相机的一个后续的型号或者升级版 因为现在这个ZO1还有些缺点 像前面我刚才说那么多的优点 它的缺点有比如它的电池很小 它的续航能力很差 然后呢它没有Type-C接口 它用的是Micro USB 这个是让我非常不能接触的一件事情 因为索尼一直都是在我理解是对电子产品的这个就是它是一个研发能力很靠前的公司 但它既然在一个价格也不是特别便宜的相机上面去搭载了个Micro USB的一个接口 作为视频传输电量的一个传输和视频的一个数据传输 这一点我是感觉不太能接受的 因为我觉得索迪它做事情一般都是不太妥协的 因为这个机子它本身的设计做工各方面的功能 包括有翻转屏 有握把 有大的这个录制按钮 有这个录像提示灯 我觉得已经很完美了 包括有TES的镀摩镜头 几乎已经是最完美的相机了 但是它没有Type-C 然后它电池容量还不是很够 当然电池容量我觉得可以通过你外接电源来解决 因为这款相机是我知道的 为数不多的这个索尼型号里面能够边充电边录制的相机了 据我了解是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这种单反 或者微单也好或者更专业的相机 除了那种摄像机 大部分的这种相机 它都是不支持边拍边充电的 就是说你可能需要充好电再去进行拍摄 或者如果中间没有电的话就很糟糕 你就需要去停下来重新拍摄 重新充电再重新拍摄 那它的另外一个缺点呢 就是这个相机我觉得它的这个视频的参数上还是有一点点可惜 它的最高参数只能达到拍摄4K30FPS 就是每秒钟30帧4K视频 所以就意味着你没有办法去用4K视频去拍一些声格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拍一个60帧的视频 再慢放到30帧去看一个比较就是高清晰度的声格视频 你是没有办法拍的 是完全没有办法 所以说呢30帧我觉得有点不太够用 毕竟都2020年了 然后就是它的这个4K30帧 竟然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它的发热非常的大 这点我不是很理解 因为4K30帧在我理解不是一个特别难达到的事情 因为它毕竟也就是一个专业的拍视频的相机了 像我现在在用的这个iPhone 基本上我是用的iPhone11都能拍到4K的60帧了 虽然画质是差很多的 但是我觉得把4K30帧提到4K60帧 应该对于这个产品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吧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对技术不太了解 可能索尼想把这个相机的价格 还是控制在一个比较可控的范围 确实这款相机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非常的有性价比 你在这个价位基本上买不到 比这个相机更好的这种小型相机了 甚至有如此好的画质 是如此多丰富的功能 而且这款相机它也是之前我也演说 它支持的那支麦克风音质还是不错的 它也支持外接麦克风 它也支持这个热靴接口 它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功能齐全的一个麦克风 非常功能齐全的一个相机了 那这款相机刚才这些缺点 是我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的 卡有可能有些缺点我并没有发现 OK那今天这个视频差不多就这样了 那我今天这期视频的话呢 也是用Z1去录的 然后我用的是HLG2 然后曝光增加了一档左右 视频的清解析度是用的是4K30帧 当然我色彩空间用的是 虽然是HLG 但我色彩空间用的是709色彩 我没有用它默认的那个2020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自媒体都用的还是709色彩 如果你2020它也会被压缩 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区别看起来 那今天这个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 我后续会推出很多 关于电子产品或者数码 还有一些技术分享的一些视频 还有一些电脑教程的视频 或者说一些软件的教程视频 欢迎大家去继续收看 OK那拜拜